印度Elechroma电子展号称是全球最大的电能及应用电子产品展 每两年举办一次 今年在德里的新兴卫星城市大诺伊达举办 包括台达电在内 共有一千多家印度及国际厂商参展 台达电在展场发布绿能电动车充电器 及VP3000系列节能变频器两套产品 驻印度代表格宝轩受邀前来剪彩 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台湾的同业 未来能够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推销到印度来 尤其我们知道印度最近几年经济蓬勃发展 对我们台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发展的市场 台达电印度区总裁林振斌表示 台达电在印度深耕20年 以做到符合印度需求的产品开发 设计 生产及服务为理念 成功开拓印度市场 事实上我想我们因为深耕印度市场 然后我们也会符合印度的部分 去做产品的开发跟设计 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印度 应该是说我们的通信电源 是整个印度市占率最高 那也是在印度算是目前最占前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印度生产 印度制造 然后包括印度服务 林振斌表示 这次展出的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 有助于印度的交通低碳转型 VP3000系列变频器 也能帮助印度的智慧制造再进化 不只能协助印度推动环保与节能 还能提高台湾在印度工业界的能见度